国际舞打巨星成龙在好莱坞替自己的新蜡像揭幕 他很开心的说在杜莎夫人蜡像馆里 他的蜡像是最受欢迎的 而且也是全球复制最多蜡像的明星 成龙亲自揭幕和分身 一白一黑在好莱坞杜莎夫人蜡像馆和大家见面 本人做的比较少对不对 对 因为我可以保养他们保养不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刚刚馆长跟我说 我是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 而且我是做蜡像最多在全球的每一个蜡像馆都有的 真人比例 量身定做 讲究逼真 连毛细孔都看得见 2010年成龙预计有四部新片上映 向来关心台湾政治快人快语的成龙 何时到台湾宣传令人注目 哇 受不了自己 忽然间拍那么多作品 我想就会回到台湾去做宣传的那个叫做大兵小将 你说那最近有没有比较关心台湾那些 那些 没有啊 大家融合一点 应该我想会好多一点 多一点商量少一点争吵 想要和成龙过招拍照留恋吗 这是他打不还手的最好机会 以上之中新闻李鲁韩子环来自好莱坞的采访报道